Aura Feel 到底什么是能量场跟气场 它不可能直接进它的灵魂的嘛 对不对 魂飞破山 不可能嘛 对不对 我一看我就知道 这个人 不简单 讲的话不用信的 就是那种 看到很多很多语言就知道 然后它每一天都在变 所以变成这个东西的话呢 它就会影响着你们每一天 哈喽 大家好 我们是来自 季生满谈的 杜云绣秀 我是们百物诗 Ezandra 我是我们社副 Simon 那今天呢 我们就要讲 比较多物质方面的东西 就是什么是气场 我们的Aura Feel 耶 气场 对 我们可以讲是磁场 或者气场 我不知道它的中文到底是什么 但是它的英文叫做Aura Feel 那这个呢 就是它有很多漂亮亮的颜色 那我们也可以说 它是一个能量团 或者能量场 或者能量气之类的东西 OK 这个Aura 对 就是能量的颜色 对 它差不多像能量的颜色 那Aura通常你会知道是什么 那为什么它叫Aura 你知道我们的那个天气 有一个在那种北极还是哪里 它不是有那个 那个Aura 那个叫什么 什么 什么极光 还是什么光 哦 那个在北极有那个光 对对对 那个呢 就叫Aura 对不对 那我们这个 这样我们这一个的 这个Aura 它就有点不一样 它就是我们人体自己散发出来的Aura 那它的颜色也是像那个北极光 这样子很漂亮的哦 但是呢 嗯 其实很多人不知道什么是Aura 对 然后其实Aura 我知道的啦 就好像你们看去那个月亮 那个月亮 虽然它是亮了 但是它的旁边发出来的那个 那个光圈 对 对光圈 或者在灯上面那种 旁边的光圈 对 对 或者是那种 太阳 对不对 太阳 所以的话 这个Aura 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上一集 我们有讲到Chakra 对不对 就是我们的脉轮 如果你们还没有看的话 可以看回去 那这个脉轮 就是因为我那时候已经讲 它是一个工厂 对不对 它会散发出这些能量 它会produce 就是会做出这些能量厂出来 能量工厂 这个是Chakra 那它生产出来的东西 就是叫这个Aura 对 那这个Aura 那我们的这个工厂 在我们的七个地方 它就一直转转转转转 它散散散散出来嘛 对不对 那它散出来的东西 这个就叫做Aura 然后呢 我们通常 因为我们人体这样散发 像那个能量球 我们会叫它什么 Aura Fuel 就是呢 能量厂 就是Biozizandra的能量厂 Saman师傅的能量厂 或者是谁谁谁 观众们的能量厂 这样子 对 对 所以每一个人呢 他们都会有自己的这个能量厂 所以你们有没有发现到 可能比如说今天你去一个聚会了 你一开门进去 哇 有一个人突然间 玉树临风啊 走进来啊 哇 一看他就是那种啊 帅哥宝国 很帅 但是又有担当的男人啊 就是感觉就是那种 老公妻子的 对不对 那有一些呢 就同一个聚会 然后你跟到另外一个 可能他双胞胎 他双胞胎兄弟长得也一样 帅也帅一样 但是他一进来 你就感觉到 嗯 虽然是长一样 但是感觉这个比较多是男朋友的气质 就是没有办法拿来结婚的那种 对不对 或者是你们有没有看过有一些女生 他自带那种能量场啊 就是那种很 很威风的那种 很杀气的那种能量场 或者是有些就是那种 一看过去很刻薄 这样的样子 就刻薄的 好像男子 很那种很刻薄 或者有些你看到他的那种 你一感觉到他的能量 你会感觉到 这个人很像狡猾狡猾 这样子 很像他讲话不能够相信 这样子 或者是有些人 哦 很可爱女生 这样子啊 怎样怎样啊 这样子对不对 对 对 那个就是有关系到 这个能量场 这个能量场 就是会散发出这些能量 让人家感觉到 诶 为什么这样子 所以你们有听过 你像小人啊 或者是你跟一个人的能量不合的时候 那样有摩擦吵架啊之类 甚至上 可能说我们情侣方面啊 或者是我们人与人朋友之间啊 公司领导跟下属方面啊之类的 或者是兄弟姐妹嘛 那我们在道教 或者是 风水之类的 我们就讲什么 相克咯 对 克到你 克到他 对不对 那这个呢 我们会在 巫师我们会讲是什么呢 就是两个人的能量场 这个RFU撞到 对 因为呢 可能 因为我们是讲的嘛 这个能量场是每一天在转变的 这个Chakra每一天在转变 然后这个能量场就相对来说 可能每一天 每一个分钟 跟着你的情绪在走的 他每一天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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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所以你可能发很大脾气的时候 你又有不一样颜色 你有这种像忧郁情绪伤心的时候 又有不一样颜色嘛 对不对 那这个东西呢 就是会影响到 你的个人的这个能量 让人家会感觉到 诶 这样奇怪的 所以有时候啊 我们就看人的时候啊 可能像百物事以前 有时候啊 我进到一个地方 就很像可能跟别人聚会吃饭 我一看我就知道 这个人 不简单 讲的话不用信的 就那种 就那种 OK 这样子 所以的话呢 当你可能你的这个 我们讲你的行为比较高一点 你会更容易的去 感受到他们对方的能量 那如果你的这个能量场不够高的话 你会没有办法去感受到他的能量 这样子 你知道吗 所以你这个能量方面呢 就是人与人之间 每一天都在面对 那每一天也是在相撞嘛 所以你当然就会有小人啊 之类啊 对不对 是 嗯 那为什么我们人一生下来 我们就有这个脉轮 跟这个能量场 你知道吗 因为呢 这个我们可以说是 这个因果跟报应 或者是功德嘛 是不是 通常讲 有小人就是你之前钱是欠过 对不对 但是呢 这个钱是欠过 为什么再一次能够遇到 那如果你没有这些能量场 要撞到你 不会有这些冲突嘛 所以呢 这个就是宇宙已经安排好了的 我们每一个人 一定有自己的麦伦 跟一定有自己的 Aura Fuel 这个能量场 所以的话 你有相撞啊 或者是很柔和啊 都是这些你的 可能你的普报变现 或者是你的因果变现 这样子 所以才会这样子发生 因为每个东西 它有这样子的东西 它不是一个 随随便便 乱乱就发生了嘛 对不对 它一定有一个原因的嘛 那这个宇宙就会有这些原因啊之类的 所以很多这个 Aura 或者是Chakra之类的 你看到很多很多 五元User 然后它每一天都在变 所以变成啊 这个东西的话呢 它就会影响着你们每一天 对不对 它影响着你们每一天的时候 有些人可能 我们讲了 这个麦伦 它很像Block的时候啊 那你的能量场 你的Aura Fuel 是很肮脏的咯 对不对 你不感恩你的这个能量场 是很肮脏的咯 对不对 那人家要 很像攻击你啊之类的 他不可能一攻就攻到你的灵魂了 对不对 他先攻啦 你先攻于能量场 对不对 他先攻你的能量场 过后 如果你的能量场弱的话 你的负能量的话 他先攻着你 OK 比如说啦 Simon S.V.这样子散发这个能量 对不对 OK 散发这个能量 然后突然间今天有一个人 就是讲他坏话之类的 然后就直接一语创造他 他不可能直接进他的灵魂的嘛 对不对 魂飞魄杀 不可能嘛 对不对 那可能今天 他这个能量场在这边 能量场在这边嘛 对不对 他就在这边停着 那停着了过后 如果你是能量很强的人 你不会被他影响嘛 对不对 那如果是讲你能量场比较弱的人 或者是刚好你又生病啊之类的 他也是跟着了变 然后呢 他就会慢慢的进去进去进去 然后就会影响到你 然后你就要开始清理了咯 那你就要进化了咯 你要清理了咯 然后你要去重新的去弄过 你的这个整个能量磁场 你要去做疗愈了咯 对不对 那其实这个chakra跟这些 这个aura的东西啊 这个能量场的东西啊 其实有很多的临床实验的 包括有这些机器啊 你可以看到你的aura 但是你看不到你的chakra 是不是你看得到你的aura 对不对 就是看到那种颜色的 像彩虹这样去装颜色 对对对对对 但是呢 通常每个人他不会来每一次都是五言六色 五言六色这样子 他就是会比较多就是可能接你的情绪 他每一分钟都在变变变变变 每一个小时都在变变变 而且呢 临床实验也是有这种像 可能心理学家啊 或者心理医生啊 也是有运用的 对不对 也是有运用 然后包括修行啊里面 所以其实这个aura 是一个很很有趣的东西 很有趣 很有趣的 所以有时候可能啊 我们的修行要比较高人啊 我们就会看到那种 可能看到这个人 什么 你们有听过那种古装戏吗 我这样讲比较要明白啦 就讲 OK 古装戏 为什么这个人头冒清烟 感觉有一个很那种 倒霉的事情要发生了 头冒清烟 头冒紫烟 头冒乌黑脏漆 这样子有没有 樱堂发黑 这样子有没有 这样这些东西呢 就是这个能量场 所以可能比如说 你气味比较高 你就会看到别人的颜色啊 之类的 这样子 或者是你看不到 这样子 但是通常有机器啦 所以如果你们要知道 这个人看不看得到 你就去那个机器旁边 然后叫它拆你的颜色 然后过来 你在机器里 你就会看到它是假的了 这样子 所以的话呢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 Aura Field 那个能量场 这样子的东西 对不对 那其实很多人啊 就是 知道这个东西 但是他们又不完全知道 所以很多修行人 可能他们不知道 这个基本的东西 就是怎么说 地基不稳 对不对 你建一个 建一个那个屋子 你要有地基嘛 对 你的地基要稳 那你能量场 你的地基就是这些东西咯 那你这些东西都不懂 你就会讲 我看到什么颜色 什么灯色 什么颜色 但是你都不懂原理 我听很多人讲 我看到你的黑色 看到你青色 看到你紫色 其实他们不懂 头不懂 对 但是我们问他 你懂吗 为什么是这样子 这样子 他不懂 就是那种概念 所以的话 有时候可能是 你们要分开出来 因为有很多人啊 现在会讲 我看到这个颜色 我看到那个颜色 我看到那个颜色 你们一定要分开出来 因为这个东西是 你看到的话 是可能有两个原因 第一 可能你有看到的能力 你有这个修为 但是前提是 你要有一个修为 你要知道你自己在做什么 然后你有关自在的人 第二 就是那种很像 他们想多多啊 异想天开啊之类的 他们就可能 看到这个 看到那个 看到 或者是有东西追求 在修行的时候 所以会给他这个幻境 像我们讲的魔障 或者是这个illusion的东西 会骗他 这样子 所以有两个原因 虽然这些能量的东西 也是有这些阴跟阳的 所以大家 我们灵界啊之类啊 这些能量的东西啊 是一定要小心的 就是 包括是以前 每次都跟你们讲 你们灵界不是这么好玩 很危险啊 要小心啊 要注意啊 不要去走火入魔啊 之类这些东西 其实这个 这个 通常修法的人 他就会看见 对 像我们风水师啊 我们有修这个法 我们去看风水 也是差不多看到 ora这样的东西 哦 是哦 所以我们知道 那个阴阳气啊 哪里平衡不平衡啊 之类的 我们会懂 怎样调整 怎样调整 哪里需要去调啊 哪里需要去做一些医疗之类的 对 而且你可以有那种 像直觉 哦 这个东西要改掉了 这个东西啊 什么之类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个东西咧 其实就是一个能量厂 所以咧 这个能量厂哦 如果你干净的话 你就吸引到干净的能量咯 你不干净 就是这个东西 就是跟脉轮差不多了 只是它是脉轮生产出的 这个能量厂 我们叫它气厂 这样子 对 所以咧 很多人就跟你讲 怎样锻炼气厂 怎样锻炼气厂 怎样 我今天一走出去 我要给人家知道 我是女强人 我今天我一走出去 我要给人家知道 我是娇弟弟的柔弱的女子 啊 我要怎样走出去 我就给人家感觉到 我是有担当的男人 我是有负责任的 啊 这些就是叫锻炼气厂 所以锻炼气厂呢 就是要回归到源头 就是这个脉轮哦 所以 你还有看那个脉轮的影片 记得点回去看哦 然后呢 这个也是一个简介影片 然后跟大家解释一下 到底什么是能量厂跟气厂 那这个Aura Feel 所以的话呢 还有更多更多的智慧 还等着大家去解锁 所以呢 如果你们喜欢的话 不要错过我们的 度眼龙说每一支影片哦 我们会一直更新给大家 更多的选学智慧 所以呢 我们今天影片也差不多到这里了 对 对不对 所以呢 如果你们喜欢我们影片 记得帮我按订阅 按赞 分享 还有在下面留言 你对这支影片的看法 还有想法 我们都会看留言哦 然后还有的话呢 记得要播放我们两个人的IG 还有我们度眼龙说的 这个官方IG 还有我们的Facebook page 因为呢 我们会时不时的 发布更多的选学智慧内容给大家 还有会跟大家直播互动哦 所以呢 如果我们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 不要忘记 去圣满堂队龙说 每天晚上七点 真实发布影片 每天晚上七点 真实发布影片哦 拜拜 拜拜 拜拜